你拍照了嗎? 拍了 不是走那裏 走那裏 那裏有樓級的 行不行? 行不行 現在是一個很好的司機 我們開在意大利鄉村Country的路上 這就是Toscanin地區 這次來意大利旅行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來Toscanam 在佛羅倫薩玩了一天之後 我們就租車進來鄉村這裏 開這條路進去的 就是一間有八百年歷史的私人酒莊 同時它也是一間民宿 我們今晚打算在這裏住一晚 先帶大家看看酒莊四周圍的環境 大家看到前面這裏 就是他們種葡萄的葡萄田來的 這個酒莊是屬於一個貴族的家族經營的 看資料就是從公元十三世紀 即是一千二百多年的時候 就開始經營的了 現在城堡裏還住一家人 但他是不是屬於這個家族 就不太清楚了 酒莊裏的一些平房 就開放來做旅館 所以我們就有機會在這裏住晚晚 出煙後我們就拖行李回房 我們現在拖行李去的房間 好了,我們今晚住的酒莊 就是憑密賣入我們的房間 這裏就是我們今晚住的房間 這裏就是寄居室 很有趣的 其實拉開到外面有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 我想我們明早應該會在那裏攤頭 這裏有個迷你的kitchen 以我們倆應該今晚都會吃餐廳 OK,我們來的是一個簡單的洗手間 但裏面是甚麼都有的 這裏就是洗手間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有多特別 因為洗澡那裏是沒有燈的 OK 你猜得 然後竟然有個位置可以坐 哈哈,你就不會坐 OK 然後我們來看看Rome 1 這房間我們還沒看見今晚睡覺 但依然是舒適的 我跟她說,她的天花是磚 對 對 這裏也有個窗 是可以看出去的 以前那些人在這裏爬進來的就是這裏 OK 本來它有一個蚊紗窗 但我看到它壞了 一些舊式的衣櫃 好了,那床上邊就是三盆花 哈哈哈哈 OK Rome 2 Rome 2 Rome 2,這是Rome 2 好 好 那田是在哪裏 不一樣的 那三盆花是不一樣的 然後床單也是不一樣的 旁邊的床單是紅花花的 但是藍花花 所以我應該會住這間的 哈哈哈哈 Who care 然後外邊是不同的表 不過就是 都是可以爬窗進來的 是的,就是田園風光 Nice OK,我們準備入室了 這個就是我們今晚住這間酒莊的 在吃晚飯前 還有一個項目 就是由他們的工作人員 帶著參觀整個酒莊 以及他們的葡萄酒的製作過程 我們有參觀了他們釀酒的設備 還有用來儲存酒的傳統的木桶 之後還帶了我們入酒莊的地窖裡參觀 原來這個地窖裡還有一個監獄的 那個層次和大概是八百年前都差不多 對 很好 我可以在這裡 你先坐著 讓你來坐著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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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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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餐廳的時候 天色已經差不多黑了 我為什麼有些照片呢 我可以說話嗎 我有些照片7時半吃飯 可能7時多做完兩天 因為她錯那裡有機會是看到日落的 你知道嗎 那好啊 是嗎 日落喝著酒 同意否 7時半就算你什麼都是時候 結果我們看不到日落 但就看到很美的曼蝦 我們喝著酒莊自製的紅酒 欣賞著托斯卡納美麗的夜景 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 入住酒莊之前 其實我們先去了一個小城 它的名字叫做聖柱麟拉露 是一個以高塔而聞名的中世紀小城 在托斯卡納地區有很多個這些小城 我們就選了這個 一般遊覽兩三個小時就足夠了 我們還在這裡吃中午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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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我們繼續留念在托斯卡納美麗 還會去到傳說中的天空之城 在下一輯的影片繼續和大家分享 在下一輯的影片繼續和大家分享 請 pressure 得到看看 感谢观看